亲爱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三册的第42课了 就是Lesson 42 Modern Caveman 现代洞穴人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看这颗书的生词和短语 请大家打开书到197 197 跟老师把生词短语大声读一遍 这颗书生词比较多 好,快一点,197 Now read after me Caveman Caveman Potholing Potholing Solitude Solitude Lure Lure Potholer Potholer Rambler Rambler Undertaking Undertaking Fore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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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t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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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n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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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sm Chasm Flaw Flaw Distinguished Distinguished 这个得注意 这个得注意 不要把它读成 Distinguished 这个词要浊化 在此后面声带震动一下 就原来那个T 变成D的音 最后那个EB 在清福音后面发T 而不是The 跟老师大声在那边 Distinguished Distinguished 好 Ev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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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g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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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erfall Waterfall Gear Gear Infla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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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ble Rubble Inistent Inistent Boom Boom Waterspout Waterspout Cleft Cleft Cavern Cavern Stelegmite Stelegmite 同样不要读成 Stelegmite 在第一个S后面 那个字母T 同样有浊化成D 这个声音 再来一遍 Stelegmite Stelegmite 好 再往后走 Stelectite Stelectite Limestone Limestone Gl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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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ry Eery Done Done 好记了 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看看这个书的一些重点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单独 独自 这个重点的名词 跟老师大声在读两边 Solitude Solitude 好 这个词叫单独 或者是独自 我们先看看这个词的一些重要用法 以及容易出错的地方 首先这个词表示单独或者独自 它并不是表示孤独这个意思 它并没有感情色彩 这个人可能一个人独处得非常开心 未必孤独 而且表示单独和独自这个意思 它是不可数名词 它不能说一个单独 两个单独 不可数 就是表示独处这个状态 未必寂寞 而且不可数 咱们这个来看一看 在本文中 196页第二行到第四行 196页第二行到第四行 Perhaps it is the design for solitude or the chance of making an unexpected discovery that lose people down to the depths of the earth 它说有可能啊 是对那种单独独处的这种欲望 或者是做出不期而遇的发现的这种可能性 才又是人们到了地球的深处 在这里出现的这个solitude 不可能是孤独寂寞 一个人希望寂寞 这成变态了 寂寞是令人不愉快的 独处 单独 一个人的状态叫solitude 这个词注意 没有贬义词的色彩 那本身就是单独独处 这个含义 注意 而且是不可数名词 我们再看这个大诗人雪来的一个诗句中的片段 他有一句话叫 I love tranquil solitude 我喜欢一个人安静的独处 在这里面不能发现的孤独寂寞 他寂寞他不可能喜欢 我喜欢安安静静的一个人独处 这个tranquil本来也是个优美的形容词 叫安静的 静谧的安详的 我们出现了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tranquil tranquil 所以我喜欢一个人静静的独处 I love tranquil solitude 用这搭配就好了 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solitude表示 这个独处这个词 我们再看它一个常见搭配 我们经常说 一个人独字的 独处的独自的 在前面加个这词印就好了 叫do something in solitude 一个人单独独自的一做模式 而不是寂寞的 我们同样看一个例子 I spend the morning in solitude 我这个上午是一个人单独度过的一个上午 这个spend 老师说我不一定发现的花费 在这时度过 我一个人度过这个上午 未必一个人在那寂寞的流眼泪 而可能呢 比如一个人在听音乐 看小说非常惬意的度过 他未必这个孤单寂寞 所以注意这个词 它没有贬义词的味道 另外同时注意不可数名词 另外它在用搭配时 一般前面跟借词in搭配 主在单独独处的这个状态 那我们再看爱因斯坦的一个名句 里面也出现了这个词 的借词搭配 你看他怎么说 他说 他说 我一直在这个单独独处的这个状态中生活 in that solitude 还是跟in搭配 那么这个单独独处怎么样呢 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是令人痛苦的 年轻人吧 总是喜欢几个朋友陪伴在一块 可能怕一个人独处 但是呢 到了成熟之后 成年之后 却变得令人愉悦 在成年之后 不喜欢别人打扰了 这个delicious 在这个地方其实用了通感的 这么一个修词了 delicious本来只是味觉 味觉着好吃的 那排声音是令人愉悦的 优美让人愉悦的 maturity 咱们可能见过形容词mature m-a-t-u-r-e 是成熟的 maturity是成熟 在成熟的岁月里边呢 这个solitude就令人愉悦了 所以这个词本身 它是个中性词 就是单独独处 记住就好了 那么它的形容词形式 叫单独的唯一的 这是我们重点讲过的一个形容词 大家可以顺便在做复习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单独的 唯一的就这一个 答上来没 so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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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just another way to say single 跟single意思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就单独的唯一的 咱们看看复习一下 原来在说过的 先看见四册中的一个句子 四册第三课的片段 它说古代的那些登山者怎么样呢 they had a single aim a solitary goal the top 他们只有一个目标 唯一的目的就是山领 你看在这里面 single就是后面的solitary aim就是这里的goal 都是目标目的的意思 那么唯一的单独的叫solitary 它的名词形式就是solitude 记住 把它看看清楚 记住就好了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在以前多次说过的 表示单独的 独自的 没有其他人帮忙的 做状语来用 我们在二十二课讲过 咱们复习一下 就是do something 完全一个人 没有其他人帮忙 强调这个含义 我们可以用 alone on one's own 或者by oneself I did it alone I did it on my own I did it by myself 完全是一个人 单独的 这强调没有其他人帮忙 那么经常可以在前面加 副词all 注意这个all是副词 相当于completely 完全的 完全是一个人 没有其他人帮忙 讲的这个含义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ll alone all on one's own all by oneself 我完全一个人做的事 没有其他人帮忙 I did it all alone I did it all on my own I did it all by myself 完全是一个人的 这几个大匪 讲到没有其他人帮忙 而the solitude呢 讲到没有其他人在场 独处 单独 这个状态 好 我们在这儿把 这个单独 这个独自 相关的一些重点词汇 接着这机会呢 把它有新知识 有复习 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单词跟老师 就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 比较重要的词汇 咱们看一看 这个重要的动词 叫引诱或者诱惑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lure lure 这个词很好记 这个词做名词 可以表达诱饵的意思 做名词就是 鱼钩上那个诱饵 像蚯蚓一样 这个特别好记 你听的声音 lure 听声音就像一只蚯蚓 要弯起来了的 做名词叫诱饵 做派声音 做动词当然是引诱的意思 但这个词 一般多带有贬义词的味道 它一般是引诱某人 做错事 做傻事 做危险的事 一般有多带有贬义词的味道 咱们看一看搭配 首先一个搭配是 诱惑某人到某个地方去 一般是一个 不好的不安全的地方 对吧 叫lure some of the to 或者into some place 诱惑某人到某个地方去 或我们加to 或者into都可以 如果墙的有个空间内部 可以加into这个词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he lured the victim into the deserted house 他诱惑这个受害者 到了一个荒凉的 荒废的一个房子里面去 可能把这个人在这杀死了 你看 有引诱勾引 这个受害者 进到了一个deserted 就荒凉的被抛弃的 这么一个老房子里边 引诱诱惑 那本文中也用了这个用法 咱们看一下 在本文中 就是在课文的第二行到第四行 就是42课 第二行到第四行课文 他说 刚才见过这个词 可能正是对于那些独处的欲望 或者做出不期而遇的发现的可能性 怎么样呢 才诱惑人们到了地球的深度去 Lure people down to the depths of the earth 在课文中会讲 地球的深度 地球的深处 应该说 引诱某人到了某个地方去 Lure that to or into 而且本文中也说 那个大山洞里是个比较危险的地方 咱不知道里边有什么 背不住还有奥特曼的 所以这个 Lure that to or into 这大配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个搭配 引诱某人去一个 不太好的危险的地方 第二个搭配呢 叫诱惑某人去做模式 Lure 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 这个一般也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 一个错事啊 傻事危险的时候 才用它 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 可以跟他们讲过的 Tempt 或者这个intive这些词替换 这几个词一般也多带有 贬义色的味道 多强调诱惑某人去做一些错事啊 傻事啊 危险的事啊 等等等等 我们中心动词读一遍就好了 Lure Tempt intize 后面都是加somebody Lure somebody 后面一般都叫into 而这tempt和intive 后面叫to do 和into doing都可以 这是诱惑相关的一些词 咱们连言词义 包括精确用法 包括表达 这个搭配 同时记住就好了 这个引诱这个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 原见 先见之明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注意中音在丁音节 The accent is on the first syllable 这么来读 大声那边 Foresight Foresight 叫原见 或先见之明 这个特别好记 因为side 可以表示视野呀 看到这个状态 这个for呢 是提前的 是在前面的 看到了前面的这个景象 但是远见了 提前先看到了 这个非常好记 就是钱在家看到 就是远见 咱们看一下例子 看一下例句 They had a foresight to invest in new technology 他们有这个远见 来投资新技术 后来呢 可能发了大财了 那么由远见去做模式 这固定搭配 在句子中都会记起来 叫have the foresight to do something 有做模式的这个远见 他们当时就看到了 这个方面未来 一定能赚大钱 这是远见 那么再看本文中 也是出现了这个用法 在课文中 第八行末尾到底九行 在本课中 第八行末尾到底九行 看这句话 Such undertakings require the precise planning and the foresight of military operations 他说这种行动 这种活动 就是当时这个 这个这个 洞穴勘探这种行动了 怎么样呢 需要有精确的规划 还有军事行动般的远见 这个远见 就是foresight 那么打仗嘛 必须提前预测到 敌人要干什么 否则的话 你打仗要失败 foresight 叫远见 或先见之明 那么这是一个名词 叫远见 跟它类似的 还有一个远率 提前的思考 或规划 你看这多好记 Fore E还是表示在前面 Thought 表示思维思路想法 提前想到这个事情了 所以远率 提前的思考 就提前先想一想呗 这特别好记 那么同样的 咱们通过一些例子 来看一看 这个这个词题的用法 With a little forethought Many accidents could be avoided 如果能多一点远率的话 怎么样呢 很多事故呢 就可以被避免了 都是因为大大咧咧 提前没有考虑好这个事情 如果能多那么一点远率的话 forethought 提前先想清楚 事故很多 就能够避免了 这是forethought 远率 提前思考 还有一个 也是可以当名词来用的 就是forecast 这个fore 还是提前 cast 本来表示 投掷 扔出去 那个撒网 叫castnet 提前把它扔出去了 就是预测或预报 四面八方 都扔出去 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 预测或预报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forecast 最常见的 大家可能最熟悉 就是weather forecast 天气预报 怎么知道就好了 这是几个名词系列 远见 叫foresight 远率 forethought 预测预报 就forecast 就行了 下面看完名词 我们看动词系列 第一个叫预见到 非常好记 就是把那个side 变成它的动词形式 see就好了 提前看到 我们注意重音后语了 一般来说 明前动后 名词重音多在前面 动词重音都在后面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foresee foresee 叫做预见到 预料到 它的一般过的诗是foresaw 过去分词foreseen 跟这个see 动词的变化形式 是完全一样的 叫预见到了 或预告到 或者预料到 那这个这个都可以用它 我们来看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看在 五十一颗里的片段 在232页第十句话 232页第十句话 叫 Beggaret foresaw a time when computers would be small enough to hold in the hand 就是Beggaret这个人呢 他预见到了 这么一个时期 什么时期呢 到了这个时期里边 这个电脑可以小到了 能够放在手里 掌上电脑 现在也早就有了 手机 现在的智能机 其实就类似 掌上电脑了 他预见到了这个情况 就foresaw 相当于expected 预见到了 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是用一般过去诗 我们再看 232页的第23行 232页第23行 Of course Leon Beggaret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forese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当然了 这个Leon Beggaret 这个人呢 他也不可能 能够预见到 什么呢 英特网的发展 那个时候太久远了 预见到 foreseen 在这种完成时 用过去分词foreseen 你看这变化 跟这个see 是完全一样的 叫预见到了 那还有我们看 这个这个33课 154页第7行 到第8行 出现过这个形容词 154页第7行 到第8行 咱们回顾一下 这句话见过 The telephone rings and this marks a prelude to an enforcing series of catastrophes 电话铃响了 这就预造着 预示的 怎么一连串 未曾预见到的 大灾难的序幕 那么你看在这 unforeseen 是未曾预见到的 那foreseen 是预见到 foreseen 是被预见到的 加evan 是没有被预料到的 这么一个事 unforeseen 咱们在34课讲过 类似于unexpected 这可以同时记住 对吧 这是预见到 那同样的 还有我们以前 说过的预言 某人预言说 他提前说 这个事情 未来会发生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foretell predict 动词中语一般在后面 fore是提前tell说 提前说是预言 pre也是提前 dict 也是语言 文字相关的 字典不是dictionary吗 提前说的一些语言和文字 也是预言 或预测说 某人预言说 这个同样 我们看一下 在本文中 就出现了本文中课文的第十行末尾到第十一行 本文中 第十行末尾到第十一行 precautions of this word are necessary for it is impossible to foretell the exact nature of the difficulties which will come from the pothole 这种类型的预防措施呢 是必须的 为什么呢 因为要预言 预言一下 这个洞穴看淡者 他在洞穴里面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就是我们不知道 在洞穴里面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预言 提前预言 for tell 可以这么来说 这个里面可以换成predict 预言 就提前我们知道里面有什么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还有我们看第232页的第16行到第18行 还是在51颗里面 232页的第16行到第18行 Considering how recent these developments are it is even more remarkable that as long ago as the 1960s an Englishman Leon Baggrid was able to predict some of the uses of computers which we know today 你看这个地方出现predict 就是预言 那么考虑到呢 这些发展是多么最近才发生的事情 就离现在有多么的近 那么这个时候呢 恐怕这个事情就更加了不起了 更出色了 哪个事情呢 就早在1960年代的时候 一个英国人叫Leon Baggrid 这个人就能够预言到 那么我们在今天才了解到的 那些计算机的一些应用 一些使用 在几十年前就预言到 这个时候是很了不起的 预言说predict可以用它 这两次是可以替换的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predict和fertile 咱们在三十三课 讲过这两次的辩析 它表示预言 某人提前说 这两个一般可以替换 但是fertile多了一首 fertile不但可以表示预言 也可以表示预兆或预示 这个时候它主语一般是事物 某个事预示的 或预兆的某事会发生 这个时候一般咱们不幻能 这个predict 因为它只能表示预言 你看我们复习这句话 timeless snow foretiles a bumper harvest 他们也是及时的 及时的雪会预示的 会预兆的一次特大的大风筹 这个bumper叫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大风筹 就是我们常说的 瑞雪照风年 在这句话中 这个fertile就不能够换成predict 因为predict它只能表示预言 而fertile是个多面勺 预言或者预示都可以 在这里面是表示预示或预兆的意思 那同样的我们还有一个 在三十三可难忘的一天中 讲过的那个搭配放在一块 叫预兆或预示 这个大预示叫mark the prelude to something 标志着什么什么东西的序幕 这个prelude 咱们在三十三课讲过 表示序幕啊 前奏 这个mark呢是标志 标志着某个事情的序幕 其实还是表示预示的某事情会发生 咱们再复习一下这个课文 在一百五十四页的第七到第八号 一百五十四页第七到第八号 The telephone rings and this mark the prelude to enforcing series of catastrophes 刚才见过这句对吧 电话铃响了变成预示的一连串未曾预见到的大三代的开始 预示的叫mark the prelude to 作为固定搭配 可以同学把它记住 好 只是预见预料预测 相关词汇 我们跟老师就一块看到这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一个重点的形容词 就是我们跟老师先大声读一遍吧 insistent insistent 注意 这个形容词有两个意思 在本文中呢 是表示声音持续不断的 没完没了的 声音持续不停的 像是水声啊 或者闹表的铃声啊 持续不停的 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思 叫坚持要求的 他不放弃 坚持要求得到某个东西 两个都用这样一个 同一个这个形容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nsistent insistent 我们先看第一个意思 表示这个声音连续不停的 声音持续不断的 声音连续不停的 比方说 the insistent ringing of the phone 连续不停的电话铃声 我在这屋睡觉呢 不想接 结果没没了总是在讲 the insistent ringing of the phone 没完没了的电话的铃声 可以这么说 叫声音持续不停的 这是本文中的意思 但生活中呢 它表示第二个意思是考试的重点 叫坚持要求的 坚持要得到某个东西 搭配呢 有两个 第一个叫 be insistent on something 坚持要求这个东西 第二个呢 是后面加that 引导的宾语 be insistent that 后面大写的 asper是主语 这是宾语从语的主语啦 但是位于动词中 用should do型的虚拟序 咱们以前说了 表示坚持要求命令 这样的词汇 它后面的从句中呢 往往都加一个should do 这个非常类似于中文中 坚持这个事应该这么做 它要求这个事应该这么做 它命令这个事应该这么做 所以一般有应该这个意思吗 坚持要求 它也属于要求 要求命令 或者是这个建议 表示相关含义的时候 从句中一般用虚拟序 注意这个should呢 在英国写也行不写也行 在美国这个should 一般要去掉 在美国他们认为 加should是错了 所以呢我们不写这个should 在英国美国都算对 写上以后呢 美国人认为错了 英国人认为也正确 这是坚持要求 大家可能更熟悉是 它的动词形式 就是insist on something 或者insist that 同样的在并语从句中 必须用虚拟序 大线ac点 还不是subject主语 在位语动词里面 用should do 同样英联邦国家 加不加这个数都对 在美国必须去掉这个数 就是坚持要求 同样为什么 在后面加拿大 从句暗用去掉呢 因为老师说过 不用在借词后 是that引导的从句的 重要的一个标志之一 这就好了 这是用复习的事实 咱们来看一看 以前的一课书中的句子 在复习下 110页第八行最后 到第十行 110页第八行最后 到第十行 第22个 尽管这个贵族 每次演出的时候 都必须把信读一遍 但怎么样 he always insisted that it should be written out in full 他总是坚持要求 怎么样呢 这封信应该 远远满满被写好 我不愿背信的内容 坚持要求 我们加拿大 并语从就注意后面 it should be written out in full 这个should 在美国是必须去掉 在英国呢 写不写都行 咱们一看 这个作者是个英联邦国家背景 在美国必须换成 he always insisted that it be written out in full 那个should是必须去掉的 就好了 这有就知的复习 这是insist 还有insistent 坚持要求的 和声音连续不停的 它跟坚持要求的 类似啊 这铃声坚持要求 必须接代话 以后它不停地想下去 所以声音连续不停地 也用它 这个行进词特别多 你比如说 我们看sist结尾的 比如先读一下这个动词 persist persist 它后面搭配 可以加借词in 或者加借词with 表示坚持不屑 坚持做某个事情 它的形式形式是persistent 表示坚持不屑的 坚持到底的 坚持不屑的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 这个形式 形式 persistent persistent 这个词多数 有抱一词的味道 表示坚持不屑的 这个有毅力的 还有一组呢 是我们以前说过的 有什么什么组成 叫consist 这后面不久动词 后面加借词off 这在第13课讲过 大声再读一下 consist consist 李老师说过 这个C英文在清读时发con 不要读consist 就是consist 有什么什么组成 后面加借词off 咱们复习一下 在第62页第6行到第7行 62页第6行到第7行 Though the costume consisted only of a sheet it was very effective 尽管这个化妆服务 仅仅由一个床单组成 但是它效果特别好 特别像鬼 这化妆服务的化妆效果特别好 可以这么说 那它的形式形式也是考试重点 叫做be consistent with 表示与什么什么相符合 与什么什么前后一致 这个记录后面的7次with 我们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consistent consistent 一定记录 叫be consistent with 与什么什么符合 与什么什么相一致 这是consistent 这组动词和形容词 我们最后再看一组 就是抵制抵抗系列 我们先读一下动词 resist resist 叫做抵抗 它的形容词形容叫be resistant to something 叫抗什么什么的 或者反对什么什么的 还是来自于这个抵制抵抗这个排声音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形容词 resistant resistant 注意后面加几次to 叫be resistant to something 抗某个东西 或者抵制反对某个东西 be resistant to 注意这个拼写后面是ant 刚才那几个后面是ent 但这个后面是ant 没有办法建一个记一个 把它记住就好了 叫抗什么什么的 或反对什么的 咱们这几个动词形容词 精彩的一块辨细 我们随便看一道当年的六级真题 我们看个这题应该选哪一个 他说 when what you say now is not什么 with what you said last week 你现在说的这个东西 跟你上礼拜说的可不怎么样了呢 我们如果搭配比较熟的话 二的话不说 直接选A了 be consistent with 固定搭配的语 什么什么相依致 你现在说的跟你上礼拜说的 可不符合不一致了 你上礼拜那么说 这礼拜怎么这么说呢 说的不符合不一致了 be consistent with persistent 这个词得翻译成坚持不懈的 在这不同顺 而这个resistant 抵制抵抗的 这不同顺 insistent 就是坚持要求的 后面的这些词on呢 从搭配到含义都不对 所以只有选A是正确的 你看 后面都是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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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resistant 后面是ant 这个特殊的编写在注意 好 这个几个相关的词汇 我们放在一块 不得记住 就好了 最后 来看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叫闪光闪烁 这是三侧里一个重要的异群 好多动词表示这个意思 今天做个重要的总结 先来跟老师大声先读一遍的词 glisten glisten 闪光或者闪烁 那么这个词确切含义在一会儿再说 咱们才复习以前讲过的一些 比较简单的闪光和闪烁 比如首先有一个动词或者名词都可以的 发音拼写一样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flash flash 这个词老师说过 表示什么闪烁呢 如果做动词表示 发出一道刺目的强光 转瞬就熄灭了 突然发出一道强光 很刺眼 转瞬熄灭了 那么做名词就是发出的 突然这么一道强光 就好了 这个你听着声音flash 就寄短促 而且刺耳 我们看一些例子 a flash of lightning 叫一道闪电 短促而强烈的一道光 在这儿呢 当名词来用一道闪电 那同样动词 就突然发出强光 我们复习下 在第18颗里出现过 82页15行末尾 到第16行 82页的15行末尾 到第16行 出现这么句话 Sparks were emitted from the small black boxes and red lambs flashed on and off angrily 一些火花 从小黑盒子里 蹦射出来 并且呢 那些小红灯 断断续续的 像这个这个 这个发怒一般 就是发出一道一段 刺目的强光 这个flash 在这儿突然间 发出到强光 转瞬呢 又灭了断断续续的 发出一道一道的 刺目的强光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flash这个词 动词名词 发音 拼写 是完全一样的 那还有我们在18颗 讲过的另外一个词 就是一般指 灯火 忽明忽暗的 摇曳闪烁 我们大声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flicker flicker 一般指灯火呀 或烛光呀 等等等等 铺动摇曳的闪烁 这个flicker 同样的动词名词都可以 发音频写都一样 我们看一个例子 the candle flickered in the wind 这个蜡烛在风中 忽明忽暗的闪烁 忽明忽暗的 铺动摇曳的闪烁 用它 恰如气氛 那么再看这个 第82页十四行末尾 到底十五行 82页十四行末尾 到底十五行 these lights flickered continuously like traffic lights which have gone mad 这些灯 不停的忽明忽暗的 在闪烁 好像已经完全失去 控制了红绿灯一样 路口的红绿灯 叫traffic light 发疯的红绿灯 就完全失控了呗 灯火 烛光在摇曳扑动的闪烁 可以用flicker 这个词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在第41课 见过这个词叫glow 同样也是动词 名词 发音品写都一样 这个词表示发光 发什么光呢 一般是指燃烧过的物体 发出温暖的 暗红色的光 什么烤羊串 炉子里的碳块 烧红的碳 包括烧红的金属块 等等等等 发出温暖的 暗红色的光 一般用glow这个词 比如说 the heated iron bar glows glow的 这个被夹着过的铁棒 在发出温暖的暗红色的光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我们看41课里边 192也跌26行 中间到27行 192也跌26行 中间到第27行 There is something comforting about the warm glow shed by advertisements on cold wet winter nights 咱们刚讲过 那么这个东西 总是能够给人一种 安慰的感觉 什么呢 就是霓虹灯箱 广告灯箱 发出的温暖的暗红色的光 在寒冷潮湿的冬夜 这个glow 在这 是当名词来用了 表示霓虹灯箱 发出那些温暖的暗红色的光 用这个词 是恰如其分的 这是另外一种闪光 我们再复习一下 星光在闪烁 咱们一般多用这个动词 或名词 都可以充当的 twinkle 我们再读一遍 twinkle twinkle 做动词 做名词都可以 但一般多指星光 微弱的星光 在断断续续的闪烁 你看我们在复习这句话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小星星一闪一闪 好像天空中 镶嵌的钻石那样 这Jane Taylor 简泰勒 在诗歌中的一个片段 小星星在闪 同样动词名词 发音品写一样 都是twinkle 还有我们回忆一下 很多碎碎的亮点 在闪烁 露水珠啊 遍地的黄金啊 等等等等 用这几个词更好一些 对吧 我们大识在那边 sparkle glitter glint 很多碎碎的亮点 在发出刺目的 这个这个 这样一些光芒 我们再看一看 例子 the diamond sparkle in the sunlight 这个钻石 在阳光中 发出耀眼的光线 钻石很多切面 都在闪光 所以很多碎碎的亮点 用sparkle 很合适 是吧 再比如说 all that glitter this is not gold 闪光的 不都是金子 遍地的黄金 在闪烁 用的glitter这个词 跟sparkle是类似的 只不过这个固定的一些 名言里面 大家就不要乱替话了 这是沙梦的原文 在威尼斯商人中的话 闪光的 不都是金子 这个all和not 放在一块 是个部分否定 这个知识 我们在第46颗会讲 还有呢 我们再看看第41颗 刚刚讲过句子 做复习了 这是在192颗的第九 到底是行 192颗的第九行 到底是行 它坚持为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与这低声机体啊 什么清晨浮晓的时候 鸟儿的鸣叫啊 出声的太阳 在树梢农场上闪烁 这幅美景是无异伦比的 这个glant 表示阳光在树梢 在农场上闪烁 这阳光从这个树冠上照射下来 是不是又是很多 碎碎的亮点在闪 从草丛中 那牧场的草叶中照射过来 也是可能碎碎打碎的亮点在闪烁 你看 表示这几个含义 用glant 用glitter 用sparkle 是最贴切的 这是复习 那最后看本文中的这个glisten glisten这个词呢 我们注意 它一般只能做动词了 上面几个词 一般是做动词 做名词都可以 但glisten这个词 一般是当动词来用 当动词来表示什么意思呢 一般表示 潮湿的物体在反光 这个物体表面 有一层水呀 一层汗呀 一层油啊 等等 潮湿的东西在反光 一般用这个词 再读一遍 glisten glisten 一般打湿的东西 因为有水 有油 有汗 在闪光 比如说 His face glisten with sweat 它在脸上 因为呢 跑步可能弄了一身汗 这个脸上有一层油汗 所以阳光一照 在闪光 当然不可能像佛的头那样 闪出强烈的光线 那不可能 怎么发现呢 它的脸上汗晶晶的 这个差不多 它脸上汗晶晶的 可以用它 这个充满了油汗嘛 在闪光 再比如说 Her eyes glisten with tears 它的眼中泪光在闪烁 闪着晶莹的泪光 也是因为有什么液体啊 什么汗水 泪水 在闪光 再看本文中 倒数第三行 也是这么用的 本文中 就是咱们42个课文的 倒数第三行 它说 Roundabout在附近 Piles of limestone 很多的石灰石 怎么样呢 Blisten in all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那么 也闪着彩虹的七色光芒 石灰石本身不会发光 但因为在湖的旁边 被打湿了 被我们的灯光一照 很多石灰石 在发出七色光芒 在这 Glisten也是潮湿的物体 在反光 这我们总结了一下 这个表示闪光相关的 三测里面出现的这个搭配 大家把这细节记清楚就好了 好 42个生词和短语 跟老师就学到这